好 继续要来看的是 总统马英九跟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将针对两岸服貌协议进行辩论 不过民进党希望比较过去 马总统跟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辩论ECFA的模式 由公共电视单独主办 另外两人深论之后相互结问 不要媒体提问 而昨天晚上总统府发出了新闻稿表示 不理解民进党为什么要排除四报一社 但是为了让辩论成局 总统府是勉强同意 而总统府也建议公示 要尽快邀请双方代表 举行辩论协调会议 而公示新闻部经理何国华则说 将会在这个礼拜跟双方接触 了解双方对于辩论会的各项建议